使客威爾 埃尼克斯 在今年9月推出的線上遊戲 Final Fantasy XIV 最近真的是烏漏偏縫連夜雨 因為遊戲推出時 本來光芒萬丈 備受玩家期待 但哪知遊戲完成度欠佳問題多多 玩家玩得一肚子鳥氣 導致遊戲人氣直落 逼得使客威爾 埃尼克斯 不得不壯士斷碗 緊急宣布撤換遊戲研發團隊 遊戲開發製作人 天中紅道 中箭弱馬 趕快換上全新的團隊地補 希望能以實際的作為 挽救Final Fantasy XIV 有路自由落體般的低迷人氣 當然他們也宣布遊戲 將會無限期的延長免費測試期間 要等到製作團隊覺得 Final Fantasy XIV 遊戲品質上得了檯面 足夠品質能收費 才會考慮遊戲會進行收費 當然PC版的Final Fantasy XIV 都有無限期的延長免費測試 PS版版本也更遙遙無奇的往後延拉 而Final Fantasy XIV 製作團隊打掉重練 動作也十分積極 竟然在近期就公布了 會提供大幅度的系統更新 其中讓玩家詬病的問題 包含買賣系統介面調整 物品消耗耐久度 道具製作採集等細節 都有根據玩家的意見來修改 看來Final Fantasy XIV 是真的有聽玩家的建議 所以大家也稍微給Final Fantasy XIV一些時間 讓遊戲越來越好吧